送貨員推著一籃籃的商品進入店內忙著補貨 內部燈火通明完全沒有要停業的感覺 客人依舊進地出出 聽到業者違法經營也都很意外 因為超商已經在地經營十多年了 而且違法的還不止一家 客觀處怕人帶動作機查農地使用情況 發現其中在墾丁的北沙灣門市 距離熱門景點南灣只有六分鐘車程 根據業者登入資訊顯示 2017年設立迄今 違法營業六年了 另外後壁湖門市更是位在平鵝公路 往墾丁的必經之路上 生意超好 2005年設立到現在 更是違法營業了十八年 早在去年四月 實力立委陳淑華就已經揭露兩家超商違法經營 但肯款處是在十二月才去縣刊 認定非法農用直到今年二月一號才開罰六萬 期間十個月無作為防任業者違法營利 就連接到罰單之後三十天的改善期 業者就讓開門做生意 畢竟這罰的是地主不是超商 儘管最後斷水斷電也不會拆除建物 後續只能看肯款處是否採取最後手段 即便取消農民資格 VBS新聞葉鳳達屏東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